歡迎大家來到Easy Cantonese 歡迎大家來到Easy Cantonese Easy Cantonese 2月14日就是情人節了 你準備好怎樣過了沒有 今天我們來到香港教育大學 這間出名女多男士的學校 訪問一下這裡的同學會怎樣度過他們的情人節 那我們走吧 同學你的status是 在拍拖 拍拖了多久? 兩年 單身 你單身了多久? 一段時間 O2 O2就是現在在拍拖 是啊 A1 我之前有拍拖 是啊 O1 O2 A0 2月14日是情人節 你打算情人節那天怎樣過 沒有 應該跟平時一樣都是 逛街吃飯那些 沒有什麼特別 跟誰逛街吃飯? 男朋友 啊 男朋友 男朋友 你的名字 OK 那天好像是新年 應該是拜年 那天對你來說都是去拜年 沒有其他意思 嗯 吃頓飯 兩個人 那天你情人節那天會做些什麼 都是拜年 新年 真的嗎 有沒有機會在拜年那裡 認識到一些新的對象? 親戚 啊 啊 跟朋友一齊 你的朋友都沒有伴侶嗎? 有啊 但是 他男朋友上班 我以為你想加入他們 我也想的 三人行嗎? 嗯 看我介不介意 沒什麼所謂的 有空就可以一起過 沒有空的話 就自己過都可以的 不用刻意去計劃 拜年 即是對你來說 是 只是去拜年 那新年 我覺得 新年比較重要 可以賺錢 見一下家人 鬥一下禮事 那 情人節 都是個名字 每天見到他開心的話 都差不多了 你覺得疫情之下 會不會影響到 那些情侶之間的關係? 嗯 應該不會 為什麼 因為 大家都好像多時間 應該 理論上 我猜 初期疫情爆發 可能會見少了 因為都怕會出街會有危險 或者會 會惹到 但是現在就開始 自己做好防護措施 可能出街不要見那麼久 暫時都OK 跟他一開始就是 已經是疫情 停課 所以 但是我覺得 如果是有影響的話 應該都是好的 大家少了時間出去玩 除了省錢之外 就是多了時間聊天 如果以後多是疫情 那有沒有怕? 如果我不會病 就是我身邊的人不會病 我覺得 我沒什麼所謂 那疫情有沒有影響到 你慶祝 情人節的意欲? 都有的 將來沒有去多人一點的地方 沒有 因為本來我們這些 都不是一些會 節日特別慶祝的 最多應該都是吃飯 但是如果你說限聚堂吃那些 我想盡量可能 六點前吃完 或者可能吃過很早的dinner 這樣 或者可能 再上對方家吃飯 這樣 上對方家? 是吧 晚上吃飯 都是其中一個相處的模式 來的 那你現在 六點鐘之後 沒有了堂吃的話 那可能大家的 見面的時間 可能因此減少了這樣 那不多不少都會有 有一點點影響感 那你覺得自己算不算是 習慣了在現在 疫情之下的生活? 慢慢開始習慣 那當然最好 就是最好快些 疫情過去 就可以遇上生活 就最好 但是 我覺得 就是不可以 習慣了在這個 長時間都是這樣的相處 你覺得有沒有 回復正常的可能性? 我覺得是零的 也有一點 但是你怎麼都會 掛著未有的時候 你覺得情人節對來講 有沒有意義? 沒有什麼 因為我沒有情人 其實可以減少了情人節 你覺得 作為單身人士 我覺得絕對是 沒有什麼意義 其實 對 每天都是這樣過估 都是一年裏面的其中一件事 不需要特別去買雜花 或者特意去買些東西 哄對方開心 因為我覺得 如果你有心 或者是想哄對方開心 其實就不用特意 刻意在那一天 才去做這些事情 平時都可以做的 我覺得情人節 其實好像普通日子 如果你們開心的話 我覺得都差不多 因為 又不是生日 我反而覺得可能生日 這些會比較重要 情人節都是兩個人 你平時都是兩個人過 表達愛意 或者當一個紀念的節日 但我覺得 如果你和你的另一半 平時都已經很 互相表達愛意 或者是互相尊重 我覺得很老套地說 你可以每一天都是情人節 那你現在有沒有心儀的對象 沒有 我都想有 沒有 沒有 那你的理想型男朋友是怎樣 心心靈健康 最重要不要奇怪 奇怪 怎樣會顯得個人 令你覺得他很奇怪 會感到的 會 在這個相處過程中 會感到的 是一個感覺 沒什麼條件 你覺得我有什麼條件 是滿足不了你的要求 各方面的條件 我健碩 我有才 看不出我 價值觀差不多 上進吧 平時多不多 appreciate你男朋友 他會appreciate我多一點 說三樣男朋友的優點 不幽默 然後專一 還有我發了脾氣 那些 然後他都會哄我 細心 細心的 都體貼的 不要面 很不顧形象的搞笑 我覺得女生都受這套 特別是你生氣的時候 對我很好 很照顧我 還有很有才華 好什麼 很有才華 很有才華 專一 體貼 還有細心 你對這段關係 都有信心的 是嗎 有 沒有信心就不會一切了四年 很有信心 有 都有的 那你覺得維繫一段 長遠的關係 你覺得什麼因素最重要 心靈上是滿足 還是照顧得你很周到 小孩子才做選擇 我全都要 溝通 互信 最重要都應該帶你兩樣 互相信任 還有要理解對方 互相要有很深入的了解認識 還有要互相的包容 因為每個人都有缺點 所以你要學會接受他不原理的一面 你的另一半都要接受你不完美的一面 關係要平衡 大家都會尊重對方 還有他們多些心靈上的交流 大家都知道大家想什麼 那你覺得自己2月14日之前有沒有機會出道破 嗯 慢一點 沒有啦 那麼短 但可能有人和你的心靈上的交流 嗯.... 也很多人會有的 不過有沒有 就是是不是向男女朋友發展 那就另一回事 就是你經常被朋友鬆了 都是的 不行啦 玩一下交友APP 有些朋友他会选择想在情人节那天 跟他心仪的对象表白 你有什么提示给这些朋友 加油 加油啊 非常之好 勇气可嘉 希望你不要吃柠檬 不过情人节 如果我跟着你出去的话 都应该大家都有意思 我觉得最好不好 吃情人节啊圣诞节 这种有纪念性的日子 如果你做这样的行动的话 如果坏了就会对双方都不好 可能别人又会尴尬 然后你自己又不开心 你觉得如果对方不接受 就会影响大家有意吗 那当然会啦 就会好像没有了朋友 不一定的 可能他说完之后 大家都还可以做朋友 很难啊 我觉得有点压力 因为那天都比较特别 对于一般人来说 如果你不肯定 都还是可能是曖昧阶段 那就可以再看定点 大家再相处到一段时间 始终这个都算是 特别一点的节日 如果是被人吃柠檬的话 就会很深刻啊 对大家来说 不要特意为了选择这些日子 而去做这些决定 因为我觉得会合乎一生 你试过 不是 那最后2月14号情人节 有没有什么说话想在镜头面前跟男朋友说啊 还有心中啦 新年快乐 恭喜发财 加油 身体健康 喝多点水 洗多点水 之后 继续煮多点饭给我吃 因为平时经常煮东西给我吃 就是这样啦 2月14号情人节 你又会做些什么呢 记得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 最后 好好享受你身边每一份的爱 祝大家再乱留下平安 我们很快会再见 你可以在镜头面前去 扑摸一下自己给一些单身的男士